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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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后引发了争吵 才失手杀人的吧 你凭什么这么说我 你身上有个他一样的积累 来人 把这位小姐和这位嫌疑人 迷并带走 你别听他下说 你为什么抓我呀 刚刚你的言论 有引导舆论嫁祸他人的嫌疑 我是深城报信的记者 我要投诉也赖又直权 你刚刚说你是深城日报的记者 没错啊 证据呢 拿走 喂 罗探长 不是你们也查明白了 那个嫌疑人就是杀孕妇的真凶 最前是不是可以分我走了 死者是怀有神韵 你的确去过夕院 身上还有瘀青 凶手口袋塑到的婚件内测光滑 正式了经常取消 经审讯承认过是杀人 口供与验尺结果相吻合 对嘛 我就说啊 你说的确实没错 但是办案是要讲证据的 苏三是吧 二十二岁 深城人 荣城日报任职三年 限调深城日报主编 今天应该是你去报社认识报道的日子 可是 报社就得案发现场输公里之缘 你胃后的车身在那里 报处报道 你先去答 你信任吗 报告 罗探长 是非道 有人死了 报告 罗探长 有人报案 在这包肉里发现了手指 拿去检测 是 桂皮 颜值红色 酷炭花枝 站直了 我跟你说啊 来到报社没有你爸也没有你叔 只有你自己 跟着苏三 好好干 我知道了 你说你是孩子 小苏小苏 你说你好好来报个道 你给我报到巡布房来了 你让我这个主任的老连 往什么地方搁 就是 我可不就是我总给你们做的 这是小苏 我们报社新来的实习记者 你好好带带他 走了 明暗 卢柔的香气 卢之里有阴之红色色 有纸包 小苏 主任 深圳林哪家卢味店 是麻辣味出名 色色特别诱人 还是用有纸包裹的 那当然是马戚卢柔啊 马戚 马戚卢柔 记得 谢谢 谢谢 谢谢啊 真没礼貌 你还处在这干嘛 快去 卢探长 有什么发现 华人提供的证物中 还存有不少人体碎肉组织 经过化验检测 被放入了染色用的胭脂红 我们调查了城中所有的卢肉店 最后锁定了 硬华街角的马迹卢肉 他又是怎么知道 方才送来的事故 是在卢肉中发现的 你这卢肉主任 家里看是怎么办 小姑娘 话不能乱说的呀 鲜纸红 怪不得你这卢肉颜色这么鲜艳 你们是干什么的呀 马老板 卢探长 听说你这卢肉的 差点神仇 你也是神仇 我不信鬼神 我只信 人心不绝 无法治世 卢探长 我是在卢肉里加了料 但这命案 我是什么也不知道啊 你可不能冤枉好人哪 拿来 供货单 接下来 我们只要调查卢流的供应商就可以了 苏小姐 请问你有什么身份 参与调查 还有 你刚刚这些言论 有证据吗 小琴 诶诶诶诶 诶诶诶诶诶 罗探长 你敢和我打个赌吗 打赌 以你一人之力 跟寻补房打赌 怕是有些不自量力 是吗 那我们就赌 谁先找到案件的真凶为受害者招选 赌注吗 我赢了 就要查阅连环凶杀案所有卷宗的权利 以及 可以随警方协同办案 如何 知道供应商在哪吗 这位记者小姐 不要以为寻补房办案也像你一样 凭运气猜测 凡事 要讲究证据 寻补房怎么了 寻补房了不起啊 灵灵啊 你那朋友什么时候搬来啊 晚上就来 苏苏 灵灵 苏苏 你怎么提前到了 我今天点突发状况 所以没有来得及跟你说 他们是谁啊 他们是寻补房的人 你们有什么事吗 警察办案 麻烦你 你们要干嘛呀 记着小姐 你最好在这里等着 赵太太你好 我就是灵灵介绍过来的朋友 苏三 苏小姐 这 这怎么回事啊 你也住这里 找到了 都在这里边 好多石块 哪都有你 死亡的味道 要有大喜欢了 不会真出事了吧 越来越有意思了 你让我过去啊 不行 为什么不想 让他下来吧 你让我也过去啊 等着 确实有柔弯 这是 百花烟 嗯 不就是个房东吗 收钱办事而已呢 我哪知道 他们私底下是什么人呢 反倒是那个新来的 一个小姑娘家家 刚来 就和警察打交道 能是什么好人呀 现在可是在赵太太的公寓里查出了石块 而且我今天才刚到 我知道苏三住在这里 我也很意外 但我们是报社机场 嗯 苏三是我介绍过来的 她是我在荣城的好朋友 这才刚到深城呢 都还没入住 肯定跟她没关系啊 我也就是个租客 我什么都不知道 这是吴二姐的家 我们 只是暂住在这里 更是什么都不知道了 警察办案关我什么事啊 真是 这卢料就是供应商存在这里的 要我说呢 就是他们干的 陆太长救我 我这是个做生意的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救我呀 陆太长 我能不能问他 一个问题啊 我 这位先生 你认不认识 出百怀香烟的人啊 不认识 他不是雄手 苏小姐 请你不要损一下理论 他身上 没有一丝烟味 而房间的卤肉酱刚旁 却发现了百怀香烟的烟灰 在那些人肉上 也都是这香烟的味道 他竟然能从那么能处的乳药气味中 捕出到烟味 苏苏 那凶手会是谁呢 我感觉 我们离真相不远了 凶手 就在这公寓中 不被表情疑惑 才能直击要害 只要是犯罪 就会留下痕迹 苏三 我很好奇 你靠什么来发现真相 这公寓里就咱们这些人 你别胡说啊 记者小姐 请你不要再干扰查案 无关人员请迅速离开 罗探长都没说话 你管他们都干什么 罗探长 那你认为呢 你说的 有证据吗 这个怎么能当证据啊 各位请看 试试赶紧 牙齿 给大伙看看 没有明显的烟子 每周 他都会给各家店铺提供等料 在肉赌肉店加工烹制 他房间中降纲的数量 容量原本不够做一百斤货 而现在的融货量 却正好是一百斤 所以 是凶手成无人时 将尸块昏入鲁料理 最终 才流入市场的 我知道有些人怀疑我 不过我一定 会用证据 洗脱嫌疑 揪出凶手的 那我们拭目以待 烟味 还有兴奋的味道 难道是赵珂 他昨晚到底会谁在一起啊 室 鲁料理的尸块 全部来自于同一个人 鼓励检测显示 死者是一名十八岁的少女 死亡31 居目 4 小女尸送 杀人分尸 玉兰公寓还有百花烟 那么只出百花烟起 随意进出玉兰公寓的人 就只有赵柯一个 你看一下 赵柯 赵柯 干嘛呢 小怪你这门有 给我起来 赵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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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呢 敲半天门也不开 赵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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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你准备什么时候抓不着柯 报告 罗探长 赵柯死了 我的柯柯啊 罗探长 罗探长 我儿子 他死得好惨啊 这个杀人恶魔丧心病狂 一定要回到处职宫的 我们先去检查 看看情况 罗探长 过去一下 好了好了 来 我对见 尸体是清早赵太太发现的 我进屋后发现 赵太太摊在地上 赵柯的身上有术舌道伤口 脖子上又勒痕 她的手上居然被涂满了指甲油 合作料理的尸块是一样的 嗯 而且我发现 屋内除了烟味 血腥味 还有一丝奇特的香味 但是 有一丝轻微的血腥味 不属于赵柯 应该是凶手留下的 窗户紧锁着 屋内也没有明显地打斗痕迹 但我猜测 凶手应该也受伤亡 公寓发生命案 凶手还没找到 今晚我会住进公寓 亲自查案 不是应该把他们 带回寻补房调查吗 你还要住进去 嗯 我推断凶手就在公寓里 我倒要看看 他们能玩出什么花样 但是 对了 小心 回去你先进去试检 验出这次召课的真正原因 好 嗯 与人结仇 哥哥从小品学兼优 前不久刚留学回国 怎么会与人结仇呢 这我还真得想想 我住进越南公寓一年多 很少和赵先生打交道 偶尔几次见面 也就是打个招呼 虽说 我是他小医 但这孩子 跟我也不亲近 不是他出国后 才搬到这里的 他的事啊 还真是不晓得 表哥他 表 表哥他 他 嫩嫩 不要慌 又在他干了 你 表哥 他还留过羊 许识过人 和我这种人 自然没什么好说的 还有元臣的状态 心神不宁的 心神状态 也不是很好 至于玲璃 玲璃不可能作案 凌晨三点半 我去了赵克房间门口 并没有闻到 异常的味道 证明 那时候他还活着 然后 我才遇到了玲璃 苏三 玲璃 你刚回来还没睡啊 我好怕 苏苏 你看我回来 衣服都没换 都说我杀人犯 今晚 我能不能跟你一起睡啊 当然可以 没问题 我们走吧 嗯 后来 我们就一直在房间里聊天 直到睡着 而且我发现 他身上并没有任何伤口 所以 我们完全可以 请他排除 我们搜查了 赵克的房间 衣柜里面 有一盘燃尽的迷香 应该是 米韵赵克用的 迷香就是 那个极怪的香味 嗯 那从勒痕上来看 这不是一般的绳子 更像是一种 特制的 钢丝材料 勒痕和划伤 都不是致死赵克的原因 而失险过多 才是导致死亡的真意 有鬼 有鬼 有鬼啊 有鬼啊 从小我便知道 我与别人不一样 老公 等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 再找个借口 把这孩子撵走 从小我便知道 小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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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有鬼啊 有鬼 那不是鬼 是赵奶奶 小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就是起来 上了个厕所 就看见她了 那你就只看见她一个人 没看见其他人 这楼梯快桥 就这么大点地方 真没别人了 对了 她 她怎么样了 她是突发疾病 你把她清乱 你看吧 我就说这公寓肯定有鬼 肯定是受到诅咒的 不然怎么可能 竟然连再发生这么多怪事啊 如果我说 我知道赵太太是中毒 你信吗 怎么 又是考文呢 她发现了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的嗅觉 异于常人 确实 我能闻出来绝大部分的气味 包括 一些在长人看来 是无色无味的药材 赵太太中的毒 我怀疑是匹马 我会向医生 建议 你这次怎么不说我没证据了 等报告出来 如果确实是匹马 那我会传让你很厉害 你 你怎么能干过我 与我无关 你还想让我做啥呀 你还想 快来快来快来 我有新发现 什么新发现 我发现赵青芳和赵太太 有财产纠纷 所以你就怀疑是我下的毒了 是啊 我是命不好 嫁了个毒鬼 散尽了家财 阿姐他赞助祖辈的遗产 一分都不给我 可我好歹有小程啊 没有必要去杀人 长大佐 我倒希望 凶手就是他 玉兰公寓有麻烦了 凶手一定 不会善罢甘休的 赵太太 你感觉怎么样了 您记不记得 等会发生了什么 凉 凉 凉 现在好点了吗 凉 你总是能发现别人想掩盖的一面 你这么讨人险 被遗忘 被抛弃 不是正常的吗 苏珊 你好可怕呀 我不要跟你玩了 他们都说 你被诅咒了 不是这样的 真是真实不是错误 善良哥不是错误 为什么要抛弃我 为什么 为什么都要抛弃我 这几时是 如果刚刚 如果刚刚我没有及时赶到死的 不止找他再一个人 我不是为了抓住凶手吗 而且你不知道 我差一点也抓住他了 你吓死我了 如果你还想参与调查 必须听我的 对了 罗爷 我怀疑凶手不止一个人 因为 我被推下阳台的同时 听见病房那边有人在尖叫 你想想 如果是同一个人作案 这中间的时间 根本不足以 他从阳台载到病房 凶手是梁火人 赵太太是死于新化钾中毒 你是说 有人用病马死毒害了赵太太之后 还有人用了新化钾 管我从案别还杀人 现在 我们离中心有经满过 导演 没想到有一天 我们能针在一起 赵太太 昨天夜里赵太太去世了 大家也都知道她因疾病住院 不过我们已经查明了 赵太太并非是生病 而是死于中毒 小辰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没事 所以我们想知道 昨晚 大家都在那儿 怎么又测杂子提 你们就无凭估计地怀疑我们 有这功夫 不如去抓住手 说不定 就不会死这么多人了 昨天夜里 阿拉老套空搞了 阿拉才报了 上来去了 你看 急了 鱼儿上钩了 不 不 你们昨晚干了什么 这么一夜之间 我就听不懂你说话了 我 我们什么都没干 只不过 这点一个小计划 很好 说说 你会发现 做你压力 阿拉老套空搞了 阿拉才报了 上来去了 只有 凉亮 林凉 原成他怎么了 cuidado 圆zin最近状态不好 赵醒芳 应该是又带她去看医生 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说话 昨晚 我明明看见他们出门了 她甚至 怎么也有像不出来的味道 那灵灵 你昨天晚上也一直都在家 这么说的话 所有人都在说谎 对不对 没错 他们三人都有嫌疑 苏三 那就是说 只要找机会炸着他们 看神会都出马甲了 灵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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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呀你 阿拉拉斗就滚搞嘞 冤臣这病都三年了 他总说公寓里有鬼 也不能昧作噩梦 休绝在家 都是因为心情没有打开 他表哥的死 再次让他受到了刺激 他又开始想起那件事了 昨晚 我明明看到他们出门了 人性诡诈 究竟谁才是陈勋 公寓里出了这么多事情 你们不护着我们 还要来审我们 张李宁啊 我听阿姬讲 她也就是一年前才来的生辰 说是之前 在外地工作挣钱 我阿迪弄吗 我晓得呀 抠得很 房租一毛钱都要砍价的 这小姑娘 又不晓得做啥个工作 每天散散咪咪 紧紧策策的 自己说嘛 懂他也没什么好讲的 都是几点点下 逃三货罢了 灵灵姐 她人很好的 她人很好 很照顾我 肯定有人在说谎 灵灵 是我在中城市最好的朋友 她平时工作很努力 她那个时候就说 她要来深城 随她走的时候 我还挺舍不得她的 但我不明白 他们为什么 要隐瞒去医院的事情呢 张灵灵醒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是 有人在背后推了我一把 接下来的事情 你们就都知道了 灵灵 那你有没有看见 推你的人啊 我没看到 当时我怀疑是个女的 我能感觉得出来 那双手 推我的力道很小 高度和力道 也不像是男人 那你 还有没有想起其他的 我也不知道 我就是后悔 我可能 不该把原成看病的事情 告诉你 她是个可怜人 有时候 我在想 要是 我们都没来深城 该有多好 没事 灵灵 你呢 先好好休息 别想那么多 这样看来 灵灵不具备 残忍动机 只能希望 只剩下原成文章 是 小陈被赵克欺负过 累得呀 他还是个孩子 要我说 赵克死得好 那你们 为什么要撤案呢 还不是用我的好阿姬 我要报警 他先威胁我 说把这事 散不出去 让小陈没法自作人 我不是个好妈 没那么好好的 小陈的大和先生 已经被毁了 不能再早说这些了 本来 我爱情讲得好好的 说我不报案 他就分一个房子给我 作为补偿 没想到 没想到他 我同意好他 还立马下回证据 送他可以出国流血 对房子的事 只剩废题 还假惺惺地 手里我们母女 到这个公寓 是 我是天地满足的死 但小陈不能没有我 小陈这孩子心善呢 他是绝对 不可能杀人的 幸好 老天有眼 让他们母子 死有余辜 一定还有什么线索 被我们遗漏了 这花瓶真好看 这花瓶真好看 我不是故意的 小吴 你也太不小心了吧 什么 冯丽梅 秀秀 这是秀秀 你别吃了 嗯 等等 这里好笑 还有另外一个空间 有 Biru 还有另外一个空间 有温暖 一 是 有雕塑 难道是 优优独播剧场——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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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K 优优独播剧场——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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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来的真意 还是不是真意 无论是记者 还是我们警察 我们所做的 都是为了找寻真相 不是吗 把头给我抬起来 真相 不止为了抚慰人心 更是为了揭露罪恶 警示世人 赵柯他已经死了 但凶手还没有辅助 还有很多事等着我们做 对 我们去把秦文高赶出来 我会报社 苏三 怎么了 赵柯的死吧 我怀疑 跟这些女孩有关系 这像我们商量的计划 可以下巴火了 还有 小吴和秀秀是骨骄 到时也不能完全排除嫌疑 可小吴也是今天才知道 赵柯对秀秀做的事 我有办法了 交给我吧 看来 看来 罗天罪是暗宣室导真破 真凶就是赵大小孟子 先生 你快来看看 凶宝案情协联不断 赵柯不死 刀刀眼镜 你都带死我了 苏姐姐 凶手 真的找到了吗 夏承 你要记住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你都一定要坚强 你还有我们呢 难道 他们回是吗 小赵太太 你有什么事吗 小赵太太 听说你们找到人类 那个人是谁啊 小赵太太 你一定要坚强啊 因为母女的遭遇 我很心疼 发生这种事情 可怜小陈了 小赵太太 苏苏 苏 我看到元臣母女 一前一后来找你了 没想到我们 居然和杀人一份 住了这么长时间 真是睫毛里眼睛了 反而看不见了 这也太残忍了 竟然会用轻化假杀人 这个世界充满了谎言 而气味永远不会说话 张玲玲知道赵太太的真实死因 我仔细想过 案情发展到今天这一步 好像都太过顺利了 你不觉得 就像 就像 就像有人暗中执意 将我们引导这次 再摘死他们 罗探长 你这是什么意思 警方怀疑 必有他的理由 你说再人是他们 这关灵异什么事 再次强调一遍 警方怀疑一个人 一定有他的理由 那证据呢 你把证据拿出来啊 怎么了 所以 罗探长 是在怀疑我吗 零零你想多了 那素素你呢 素素你是相信我的吧 你知道的 我和他们无冤无仇 我没有必要杀他们呀 零零我当然相信你 那他们 为什么要怀疑我啊 零零 你放心 咱们亲者自亲 我一定会帮你洗脱嫌疑的 等找到凶手 我们就一起离开这里 再也不回来了 零说出动之前 我们就静观其变吧 第一次希望 是我问错了 小赵太太 你有什么事吗 罗探长 人是我杀的 我都招了 我对不起 小辰 我对不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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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零 你这是怎么了 是我杀的 你不说是最好杀的 放弹这个 是不是想见人是我杀的 是我杀的 惹我 是我杀的 不要哭 你哨得什么 我哨一碗刺 表哥 不要了 表哥 原晨就是个赔钱货 柯柯能看得上他 那可是他的福分 青芬娃 只要你不找柯柯麻烦 这房子 以后就是你的 我不想放 我不想放 你有什么可委屈的 我告诉你 你想告状告去了 不财大业大 看我们俩谁耗得过谁 到时候宣扬出去 你就不怕 你女儿的名字 我恨他 既然说出了风和毒的话 所以 我给他下了笔马子 他们都该死 那我问你 你为什么对张连连 我没有推他 张连连长说 推他的那个人 是个女的 林彦结于此事无关 我不会害他 那这些字条 是怎么回事 你对不起谁 对不起他 是我对不起他 梁娃 梁娃 师兄 我回来了 mapping你 � PJ 疗PC 回来 我相信你 小辰 我相信你 张警令说 赵太太死于亲话家 言语当中 也一直引导我们怀疑原尘母女 有很大的作案嫌疑 可是她的动机是什么呢 原尘的病 还有公寓闹鬼的把戏 一定都是人为的 所以 他们一定还有人隐瞒了什么 嗯 陆团长 小陈的嫌疑 真的能排除了吗 赵太太的真实死因 是金坏杂中毒 原尘不是杀人凶手 但是呢 她杀人温遂 还是要接受惩罚的 小天小天 我会劝她自首的 现在 公寓也被查封了 阿兰也准备搬走了 走之前 小陈还有一件事 想跟你们说 赵克母子 还害死过一对妇女 有一天坐下路上 我看见赵克把一个女孩子拖进了巷子 我听到她呼救了 可是我没有救她 当时我特别害怕 甚至都没有开清她的脸 后来没过多久 我就听说 一个叫田芳芳的女孩 自杀了 我特别担心 田芳芳会不会就是那天被侮辱的女孩 结果真的是她 甚至在她出事的那天晚上 她爸爸也 也突发疾病 走了 我觉得是我害死了他们一家 自从那件事以后 我就每天每天地睡不着 我总能 我总能听见有人喊我救她 我每天晚上都做梦 虽然我没有看见她的脸 我总能梦到她 她在喊我救救她 救救她 然后我就休息了 她又来找我 她又来找我 她让我救救她 她让我给她报仇 可是我还是不敢 她就整夜整夜地折磨我 我不怪她 我只是觉得对不起她 可是我同时又不甘心 行什么 听什么发生这种事 受到伤害的都是我们女人 为什么赵哥一点意想都受不到 我不甘心 真正 这不是你的错 是赵哥和他妈妈 他们死了 是他们自由应得 是他们遭到天险了 所以你们为什么还要 偷偷敌人的追查真相 真相重要吗 真相就是让他们 毁了我们的一辈子 他们都该下地狱 绣修 原辰 田芳芳 我无法想象他们经历了什么 我一直以为 只要查出真相 就能带来阵意 可是我现在才发现 有时候寻找真相的在家 就是逼着别人 解开邪灵灵的伤疤 苏三 法律存在的意义 就是让世人相信 无论谁受到伤害 都应该有权利去追求 正义和公平 我们要做的 就是找出真凶 还原真相 维护社会治安 无论谁受到伤害 罪犯一定会付出代价 可是如果爱原辰说的 那赵克木子的死 就应该和那些被害的女孩有关 可是灵灵跟这些事情没有关系啊 不对 张灵灵她一定有问题 我先回选局 把她这些的理理查一下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千万不要冒险 就去哪儿 好 我去哪儿 你怎么会去 我怕你 这个人 Heritage 不会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是身边发现时 你被何时刨得面目全非 面目全非 难道是 小心 你这样 组织警令 立马去逮捕张灵灵 张灵灵 为什么抓她呀 我一会儿再跟你解释 她在毒源未知的情况下 说说了计划甲中毒 谁不跟你说的 抓人抓人 罗爷 赵珂和赵太太死的时候 苏三都没有不在场证明 而且碧麻毒素无色无味 我也是在赵太太死后尸检 才检查出她确实中了碧麻毒素 苏三为什么也提前知道 你若是因为这个原因 做不张灵灵 那苏三呢 你为什么不抓她呀 自从苏三出现 你就对她一直多加纵容 罗探长 这不是一个警探该有的座位 你不要被私情蒙蔽了双眼 还有 我已经向领导申请了 对苏三的调查令 苏小姐 怎么了 我奉劝你此时此刻不要再演戏了 你最好实话实说 我实话实说什么 你还要演戏吗 玉兰公寓发生的种种案件 你全在案发现场 赵太太中了必麻毒素 你为什么能比我先知的 医院坠龙 是不是你的苦肉机 嫉妒 你的嫉妒 嫉妒 我为什么要嫉妒一个杀人凶手 你凭什么说我是凶手 你不要以为有罗爷给你撑腰就有事无口 玉兰公寓发生的种种案件 你看起来才像第一嫌犯 要不是有罗爷给你做担保 你早该被收监审讯 嫉妒没破除钱 你只能在这待着 罗爷 原来你一直这么相信我 雷兰 小五 你就别添乱了 我现在没有时间听说废话 我没有要添乱 你看 这什么 什么呀 这不灵灵吗 对吧 这是六年前报社采风 拍摄的一组神城少女的照片 你不觉得眼熟吗 这就是灵灵啊 我之前听罗弹长说过 张玲玲原名田玲亮 一年前才来到神城 所以照片里的卖花女 不可能是田玲亮 难道是田芳芳 她们是双胞胎 小五 你总算有用了 你知不知道 这照片是在哪拍的 我查过了 这是在深城郊区的一座 废弃的老房子里拍的 那这样 我想办法出去 你先过去啊 我要证明 我可以成为一个好记者 我是一个被你们需要的人 怎么样 有没有 没有 还是往一步 决定三十 你要把他揪出来 是 苏三 你去哪儿 我去找小吴 你们就没有人看见过小吴吗 他昨晚离开到现在 没有一点消息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他最后一个人见的是你吧 法医小姐 你大可不必处处针对我 现在 是我们报社记者失踪了 所以这一次 我要亲自参与调查 谁也别想拦我 苏三 苏三 小吴最后出现的地点 可能是这里 不怪我 是我让他先来郊外的 走 我们来吧 苏三 别急 只要 人还没有找到 就还有一些生机 我闻到了 我闻到了死亡的味道 你被换 contrary 我不会 你才是有好 我来人家 叫什么 你 为你 我不会 你 我不会 你们 小雯 对不起 都是我害了你 你不是一直 好奇我的秀卷吗 我的秀卷从小就非常灵敏 你与常人如此之慢 我还能从卸位中分别起身 看穿人行 所以大家都怕我 等着我 只有小雯 他像个哥比丑一样 一直跟着我 到最后也因为我的一句话 就一个人跑到小雯 要是我早点提醒他会有微信 他是不是就不会死了 我闻不到了 我什么也闻不到了 我什么也闻不到了 找不到小雯了 苏子 秀卷不是找我真相的唯一徒宰 我们 我们一定会办法的 你快办法 对 我们一定还有办法 如果我是凶手人 我会把胸戲传在哪 好 小薇一直想成为 一个好记者 她做到了 田恋立个田芳芳 是双胳姐妹的线索 是她找到的 我们早餐知道了 田恋的杀人动机 所以 我们一定能找出真相 发出凶手 给小薇一个交代 可是我怕我做不到 我已经没有办法 本笑实行了 不 我相信你 你即便失去了嗅觉 也可以靠推理找出真相 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吗 嗅觉 它不是找出真相的唯一 要学会观察 凶手犯案最后 一定会留下席位的痕迹 可以 你可以的 上午十一点十五分 发车时间是下午三点 我们得在天天地赶上火车之前 掌握她的犯罪证据 苏三 我们还有五到四个小时 那去看随城 我很好奇 杀赵珂 赵太太 甚至小薇 这些事情 田恋一个人根本无法做到 赵珂死 田恋和我在一块 而赵太太的死亡时间 也和我被推下楼的时间出口 从门发现小薇失踪 到找到尸体 中间不过半天的时间 田恋是由于 没有足够的时间伤后 才会把尸体 藏在房顶上 案发第一现场 没有血迹 也就是说了 小薇是被打晕之后 带到这里 被杀害了 所以说 凶器一定还在现场 陆三长 找到一把匕首 这个 奇怪 这把匕首伤 留下痕迹 没关系 我们一定还有办法 还有伤害赵珂母子的胸器 咱们 可以回病房看看 病房正在封锁中 我们可以回到现场 二所所长 啊 啊 啊 不到最后一刻 我们不能放弃 虽然 我们现在没有 足够的证据 但 我们还有两个小时的时间 你要相信自己 你可以的 你留下来 继续找证据 可以吗 我去逮捕他 走 快 扣留时间一过 所有的努力都会贡回衣柜 小林亮 还要投影时间吗 是又如何 我知道你们没有证据 两个小时一到 你们就得放火 现在已经两点二十 四十分钟 你们找得到吗 你就非常确定 我们找不到证据 你什么意思 我们已经找到了证据 比他够好吗 是你的指导 还有什么要申辩的吗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苏三 我们还可以犯罪心的模拟 来推测凶手作案的过程 对 推测凶手作案过程 我该把元晨看病的事情告诉你 他是个可怜人 苏苏 有时候我在想 有时 我们都没来生产 该会多了 后悔 你在后悔什么 我看到他俩来找你了 真是没想到 我们居然跟杀人犯出了这么长时间 真是前茅厉害 怎么看不见 初太太 现在好点了吗 累了 别怪我 要怪就怪你自己 怎么我不该看 报告 镇口上发现了 田玲玲的指纹 好 去吧 两个小时 可叫到了 真可怜啊 罗探长 连我是谁 都不知道吧 田玲玲的手臂上 有这样的伤疤吗 你是田芳芳 姐姐 是 被你杀了吗 知道我们秘密的人了 都得死 姐姐 收手吧 我们离开神城好不好 林灵 你放心 就是你自己死了 姐姐再也不会让你受伤这场险了 结束了 这已经和你都结束了 我已经买了离开神城的火车票了 你先去火车站 我最后就到 你们几个俩 再一步 姐姐 她呢 好像开始怀疑我了 别怕 姐姐得先难道 叮咚 到点了 现在林灵应该已经都成确实的火车了吧 你收集的是林灵的指纹 抓的这是我 得到罪证根本不成立 罗探长 时间到了 放人吧 放人吧 罗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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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你真是 你太着急了吧 天风风小姐 你好像 一直在看着墙上的装表 但你反而忽略了 始终跟我挑快的了一点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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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